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仁浦 我们在一些新闻或是一些戏地当中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可能因为车祸 或因为高速跌落造成脑的外伤 那医生会叛逆他进入到植物人状态 就变成植物人了 那有些植物人可能好多年后 也许还有很微妙的机会可以苏醒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这是植物人 那我们在一些新闻中有会看到一些脑死病患 他移留大爱到人间,他捐赠器官 所以脑死病患他可以捐赠器官 那我们这边所讲的脑死病患 跟前面所讲的植物人病患 植物人跟脑死是一样的意思吗? 什么是植物人,什么是脑死呢? 那除了我们常听到这个植物人 过了好久,好几年之后会苏醒 那这样的情况,他还是植物人吗? 我们这一节来讨论一下 什么是植物人,植物人跟脑死有什么不同 在一开始呢,我们先介绍人体脑这个构造 它的功能 这是一个人类脑的一个结构 这个脑这么大 下面是脊髓 脑可以分为好几个区域 像这边是大脑的部分 大脑是管我们的意识 也就是我们会做决定 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一些决策的地方 就是我们意识的地方 那除了大脑之外 我们会有所谓的脑干在中间的位置 就像个树干一般 脑干实在是指这边 有中脑、巧脑、眼脑这三个 这三个叫做脑干 好,那上面还有一个丘脑就是四丘或下四丘 这些构造 那其中大脑呢,管的是我们的意识 那这边脑干的部分呢,管的是什么 有一些是眼脑 管的是我们的生命现象 像眼脑呢,还有一个呼吸中枢 来调控你呼吸的节律 它也调控你的心脏的跳动 但是心脏的跳动主要是在我们心脏中 心房跟静脉的交接处有个节律点 有那边在自主性的放电 所以心脏在离体之后会自动的跳动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眼脑坏掉之后 我们的呼吸的运动就会消失掉 所以眼脑会维持你的呼吸周期频率 所以眼脑就叫生命中枢 好,简单来说我们的整个脑部 大脑负责意识 而脑干负责维持生命现象 好,我们先有这样初步的概念 那脑干除了维持生命现象之外 脑干也跟下面的脊髓也跟一些反射有关 好,那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脑的结构跟功能之后 我们来讨论一下所谓的植物人是什么 植物人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叫做持续性植物状态 也就是这个不断的昏迷持续很久 这个持续的时间必须要超过一个月以上 才会被定义为所谓的持续性植物状态 这个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好,这个persistent就是指持续要一个月以上 好,那植物人是指什么呢 你的大脑就是存在意识的区域 他已经完全或大部分功能已经失去了 简单来说就是植物人 他因为大脑损伤 他的意识已经消失 而意识就代表这个人的灵魂 他的意念他的想法 所以当意识消失之后 是不是等于这个人的灵魂就消失掉 这个人的意识不存在了 所以植物人是指大脑因为功能上的失去 而让意识消失 但是大脑消失 大脑功能消失 他的脑干功能还有 他的脊髓功能还在 所以他心跳仍在跳动 他的心脏节育点仍然正常的运作 他的呼吸的产生也是正常的运作 因为他的眼脑的呼吸中处仍然在进行 另外他从头部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的反射功能也还存在 他的脑干的反射 及他的脊髓反射都在 像脑干的反射很有名的一个就是 眼睛照瞳孔,瞳孔会缩小 如果这个反射还存在 就代表他的那个中脑的功能还正常 脑干中的中脑的功能还正常 所以他的这些反射也都正常的 也就是说身体的机能运作是没问题的 但大脑因为破坏掉了 所以他的意识消失掉 所以等于是躯体的功能还存在 但是意识已经不见了 那因为意识不见 他没有办法自主行动 所以需要经过长期的照料 要翻身,喂食等等 因为他已经无法自己吃东西了 好,那像这样的植物人 常常的病因是因为急性的脑部创伤 出车祸 高处跌落 或是退化性疾病 或是先天上 可能是基因或是后天发育上的异常 造成脑的畸形 都可能会造成植物人的现象 好,那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 植物人他是指长期不会动 没有意识的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在侦测的时候 我们在医学检测 我们侦测不到他的意识存在 并不一定是植物人 所以我们在判断植物人的时候 必须要剔除以下的可能 第一个可能叫最低意识状态 是指他的意识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减弱到无法侦测 无法表现 所以才叫最低意识状态 那他的意识可能会 因为大部分破坏掉 所以会有部分保留 那如果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生活上的案例 或是一些电影中的情节 那个长期植物人 然后有一天苏醒了 其实就是指这个状态 就是最低意识状态 他的意识并没有消失 只是低到无法侦测 那哪一天他这个微薄的意识 又重新开始做新的连结跟恢复 就有可能会苏醒 而真正的这个长期状态植物人 是没有办法苏醒的 所以我们有些植物人 也许他是最低意识状态 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 另外一种叫做必锁症候群 这也比较特别 就是他的意识其实是正常的 但因为他的随意肌瘫痪掉 他的灵魂还在 他的意识也还在 但他无法操控自己的身体 骨骼肌无法运作 他的随意肌无法运动 所以他不能运动 没办法讲话 因为我们的运动讲话 都是靠随意肌骨骼肌 在做执行的 所以他如果无法支配身上的随意肌肉 看起来就是长期昏迷 好像植物人 当然意识其实还被关在他的大脑里面的 好所以当我们在医学上要判断 是不是植物人的时候 必须要剔除以下这两个可能的状态 这两个状态 你会看到他长期昏迷 也侦测不到意识 但是有可能是意识薄弱到无法侦测 或是意识被关起来 他没有办法操控我们身上的随意肌 好这些是植物人的状态 植物人是持续性的植物状态 好那他英文简称叫做PVS 好那另外一群叫做 另外一种病患叫脑死 跟植物人不一样 脑死其实全名叫做脑的死亡 那这脑死亡是指什么的 脑功能完全消失 好那这个指的脑功能消失是指 他维持生命所需到的反射都消失了 比如说他的眼脑已经坏掉了 他没有办法自足产生呼吸运动 所以他必须要靠呼吸器 来维持他的生命现象 那所谓的脑死到底是指 维持生命现象的脑干死亡呢 还是必须要包含你那个大脑跟着死掉 这倒是不一定 脑死其实有两种 其实一般的区域国家 一般都认为脑干死亡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维持生命所需 就已经第一位脑死 但有些地区他比较严格 他除了脑干死亡之外 也要配合大脑意识消失 这个叫做全脑死亡 就是意识也消失 而维持生理机能的脑干也要受损 所以这叫做全脑死亡 当然全脑死亡就包含了脑干死亡 因为他是脑干加大脑 好不过一般对于脑死的定义 是指脑干死亡 你只要无法维持生命所需 那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医疗设备 你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生活 好所以一般来讲 只有脑死病患才可以进行器官捡症 因为他只要一脱离的呼吸器 一脱离的维生设备 他就没办法存活 所以在概念上 他等于是死亡的一般 他没有办法永远的 让自己可以正常的 正常的维持生命现象 但跟这个大脑的 这个意识消失的植物人不一样 因为植物人呢 他的身体的器官 仍然有正常的生理反应 该有的反射也有 呼吸心跳都还正常 所以植物人是不能捐赠 不能做器官捐赠的 因为他器官还能正常运作 所谓的脑死 必须要透过生命维持的仪器 才能维持这个正常的 身体运作的话 像这样子的脑死病患 才可以准许去做这个器官捐赠 好那所谓的脑死 我们有些一般的标准 就大概会怎么样 来判断你是不是脑死 你的自主呼吸运动消失 代表脑干中的眼脑已经坏掉了 好然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 但是有可能是脑干坏掉 而脊髓这可能还在 你去敲他的膝盖下面的位置 他的吸掉反正可能还存在 可是他的脑干因为坏掉 因为脑死主要是指脑干死 那脑干死掉之后 他的脑干反正消失 譬如说照眼睛照光 瞳孔会维持不愿或缩小 那如果你照发现 瞳孔他不但没有缩小 他可能维持或是更放大 那就糟糕了 那就是瞳孔反正消失 所以一般的瞳孔反正是照了光 瞳孔会缩小 如果这反正消失 就是脑干中的中脑 他这边有缺损 所以脑干的反射会消失 另外我们在测脑电波的时候 也测不到脑电波 脑部的血液循环可能也终止掉 所以提供脑干的一些血液 没办法供应 所以脑干可能就没有功能 好所以其实简单的说 我们的植物人跟脑死 其实是指不同的意识 植物人主要是指意识死亡 脑死主要是指脑干死亡 指的是他无法维持正常的生理反应 而植物人比较偏向的是意识 是否存在这方面的一个政策 不仅是不过 分仅是否可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